建赤410尺,实用304尺 典型沙田第一城两房上车间隔 望络方方正正,客厅没有窗台是卖点之一 但一定要将沙发放在客厅中间 才可以间开客饭厅 厕所近睡房,厨房近门口,摆在同一边 看厨房,布局倾向方正,内拢五状俱全 曲尺形厨柜,柜底够放洗衣机 也预留了位置摆雪柜 有些业主将这个,原本这个是厨房 那边是洗手间 有些将这两边交换了 将洗手间摆放在这一边的厨房这一边 将厨房调到洗手间这边 将这一幅墙可以打开 变成开房式的厨房 令到这个客厅更加实用和宽阔一点 传统眼镜房布局,走入睡房 两间房间都设有窗台 但景观角度都比客厅更疗阔 它本身是一个眼镜房 我们叫眼镜房 其实中间这幅墙可以拼通 如果你想架式比较好用 就将这一幅墙,这一边 这幅墙就拼通 将房间打通了一间大房 变成了里面 因为有两个窗 所以景观也相当可以拿起来 曾经百几万悬满一地 昔日被视为上车天堂 今天楼价就要去到610万 虽然参考几间银行估值 汇丰、恒生分别估536万和581万 一律都未估得足 如果业主坚持零让步 首期起标价就是四成 即是说没有244万握手都行人止步 以加息后的两厘二五计 摊分最长30年供款期 月供都要去到15900多元 要通过加息三厘压力测试 月入要去到36000多元才得 至少都要做吩咐 超多生活版没友善到 做期望 明天ское応诅 感谢观看